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今天这集录影中 我想来跟你聊一聊 怎么化解挥之不去的失落 真的是挥之不去 因为这个失落感 应该是我们最常有的情绪了吧 比起悲伤啊,比起愤怒啊 比起快乐啊,比起妒忌啊 这可能是我们天天都会有的情绪 我们只要皱个眉头 或者在心里面皱个眉头 那这个底下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失落感 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感觉到失落呢 因为小我的核心就是死亡嘛 那虽然说小我啊 他会借用我们的创造力 就是我们作为上主之子的这个创造力 而得以去照出我们眼前这个 看似五光时射的事件 那但是观念离不开其源头啊 那因为小我的源头是死亡 那所以小我不管再怎么去创造 那在我们的感受里面 我们总会觉得有一种空虚感 在这个里面 那即便我们正在享受这个人生的美好 吃了玩乐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总是害怕随之而来的那种空虚嘛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好总是会过去 那越是美好的就过去了越快 那过去之后 那这个空虚就会出现 而且现在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 会发现我们在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候 就在那个当下 其实也是有一种空虚感 阴影然存在了 只是我们努力的别过头去不要去看 那伴随着空虚而来的当然就是失落感嘛 那有些人可能会拼命的工作啊 变成工作狂 然后甚至耗掉了自己的健康 那就是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失落 借此来逃避那种失落感 那有些人可能拼命的吃了玩乐啊 或者拼命的用各式各样的事情 来把自己的时间给填满吧 那就是为了去逃避那个失落 但这个失落呢 就并不会因为如此啊 就真的可以被化解掉 甚至也无法真的被逃避掉 它总会显现出来 总会跑出来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的功课吧 就是要面对那个无所不在的失落感 因为我们不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要再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走灵性的这条路啊 无论如何 有一条铁律 就是逃避一定是不行的 那但是有一些逃避啊 会看起来不太像是在逃避 比如说拼命工作啊 你就看起来不太像是在逃避 那有些人可能拼命的修行啊 他看起来很精进啊 但他并没有真的去面对小五 那这个也会是一种逃避 我们把它叫做灵性逃避 那其一个人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面对小五的时候啊 一定要带上圣灵 我们并不是单枪匹马的 然后去面对那个小五 或者说那个空虚跟失落的黑洞 但是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就是我们想要把圣灵跟上五排除掉 那我们自己来单干 我们自己来面对 那但是呢 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面对 就会变成是小五 因为这会凸显我们的自我 那就是我们不只是跟着圣灵啊 就是一起去面对这个失落感 那最终我们也要把这个小五的失落 交给他去化解 应该是说 把整个小五的思想体系 交给他去化解 但是最初啊 我们在鼓起勇气 然后要下怨心去面对小五的时候 这个怨心还是要你自己去下 而并不是就是两手一摊 然后什么东西 全部都这个交给圣灵就不管了 那我们要去认清啊 就是这个失落感 是出自于我们的内在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的外在也很顺遂啊 然后看一看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这种失落情绪啊 它仍然会有 而且其实是常常会有 如果你愿意去觉察的话 那你只要想到说 什么事情 已经不像从前了 那这个失落马上就出现了嘛 但是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有嘛 而且一定很多 那随着操练 操练宽束呢 那你也会发现 这个内在的失落感呢 会逐渐的减少 会有明显的化解 那这个就能够进一步去证明啊 这个失落感呢 不是从外面来的 而是从里面来的 那这个化解失落的关键呢 显然也不是在外面 因为外面就是一个 沉住坏空的世界啊 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 不是沉住坏空 那所以 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些死亡体验嘛 那事实上 我们应该是常常都会有一些 死亡体验 就是这种失落的体验 那所以这个化解关键 一定还是要从我们的内在 去把我们内在朋友的这个圆满找回来 那好在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要不然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那你说 这是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去连接我们的自信 或者说高我 那然后呢 我们就不会失落了 但这么做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你直接去连接自信的话 那这个小我 它依然好端端的在那个地方 这反而会变成是一种灵性逃避 因为你没有去面对小我 那你要先去面对小我 那么你才能够走到宽束跟交托的这一步 那所以我们的焦点 是要摆在移除掉小我 那因为这个你里面的自信 本质具足 本质圆满 它本来就在你里面 那你也没有真的跟它分离过 那你只要把小我移除掉 它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 可以说你根本就不用去寻找它 那最后我们也要安利一下 就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跟网站里面 都有非常丰富的完整的这个学习内容 那因为最近还有同学问到 那所以这个我再特别讲一下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初学者专区 那然后 里面有一个宽束的六篇文章 那么 这会让你彻底明白 就是这个 到底什么是真宽束 那然后让你的操练可以比较正确 也比较完整 那最后呢 我们也广告一下 就是在我们今年12月的7号到10号 那我们在四川的成都呢 独江宴这个地方 有举办四天的游学家工作坊 那一样的我们会从理论加上实修两个方面去下手 那我们会跟大家详细来谈一谈 怎么样去逆转人生的下坡路 因为这个人生不可能没有下坡路 就是不可能没有失落 那怎么样去穿越内在的这个失落 然后在外在的同时也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 那同样我会从我自己的切成经验出发来跟大家分享 那同时我们也规划了非常丰富的游学内容 那包括可以跟这个可爱的熊猫近距离的接触 那包括可以从一个最好的角度 去欣赏这个独江宴的一个非常壮丽的一个景观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很欢迎你可以私讯我 那我可以告诉你进一步的这个讯息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录音分享 希望对你的学习